书界上回 揭说这一段雍正见侠图 上回书给您说到金莲花凤旗 假冒小莲花薄凤 见山入坠 那么见山的千岁 英王傅昌傅宝臣 把大姑娘大公主还娘 下嫁于白凤 洞房当中夫妻不和 怎么他不言言 那人公主不乐意 公主要质问质问他 这一说把他说极了 没什么凤旗是少爷 还不受闲话 当然了你地位再高 你高不过公主去 大公主还娘是金枝玉叶 那么你虽然是我的丈夫 过去有这么句话 叫夫唱妇随 你得唱啊 我们好随啊 你不唱我 我怎么随啊 你不唱你说两句也是好的 你不言言这算怎么一出呢 来到洞房当中一言不发 话都不说一句 太难了 赶公主这么一数了他 把他说极了 我跟你实说吧 你拿我当了天海佛都睿的徒弟了 小莲花薄凤了 非也 公主一听干了 来到我国一时五载 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 您说这铁镜能不翻成 跟杨四郎俩人 假托牧翼之名 过十五年夫妻 孩子都挺大了 现在娘一来了 说了 我不叫牧翼 你说这十五年夫妻怎么过的 那铁镜公主能不及吗 这个还娘大公主也如是一样 又 心里面埋怨爸爸 英王千岁 您这可太糊涂了 怎么给我找个男人 连真名实姓都没审清楚 不叫白凤 干嘛我拿你当白凤啊 你说你叫白凤 我爸爸才告诉说你叫白凤 我才拿你当白凤 你不叫白凤 你乍姓满名 那我们哪知道啊 哈哈 好脑 用手抑指金莲花凤旗 你讲了真情实言 欢道罢了 不讲真情实言 你来到我建山抑郁何为 你隐瞒你的真名实姓 混进皇宫 现在骗取本公主 跟你入洞房 你有不可告人之目的 你要不说清楚了 我马上喊人 喊来人 那时节你的性命难保 把你带到前边 在父王的面前 把你万寡灵迟 看你也不要成这样 金莲花凤旗一白首 我要不想告诉你 你一辈子也不知道 为什么咱俩洞房了 投了拜堂成亲 后边洞房 点灯说会儿 吹灯 看报 吹灯还看得见报 咱俩人刚才就洞房了 我给你飞车话干嘛呀 我有心事 我不愿意 玷污公主 您的清誉 您公主也好 民女也罢 总归 您是黄花大姑娘 那么我有几句话 得跟你说清楚了 头一样说 你们有媳妇 这环汤公主一听 更傻了 有媳妇 有妇之夫 我爸把我嫁他了 我到人家里边去 贵为公主 进门 我就小三 有公主给人当小三的吗 我这 我这 你也甭着急 你别看 那个在你之前 那还没动过房子 那个我们俩就 那么一说定亲 他先回北京等着我去了 多等我办完事 回北京 你们俩在园房 在团圆 那么跟您这动房子 也是永明无实 我 叫金莲花凤旗 北京凤少爷就是我 图不言诗会 我的老师 许你有个耳闻 大公主 告诉你 他的人家就是 大清朝护国的四的剑客之首 镇骨霞 董钱 董画一 那是我授业做事 所以是习文武一时五载 偶然之间 我在北京城 大车链 广德楼 救驾 勤住了三鼠 这才遇刺我 玉霞摸的美称 我现在朝廷命官 带刀护卫 国家御马快 来到剑山也没别的 就被倒反你父王一座剑山棚来倒 哪吶着你爸爸一时糊涂 他瞧着我人样子不错 要招我为序 想我凤旗 七男子大丈夫 生于天地之间 焉能够背信前方 贪图美色 跟公主拟入东方呢 那么这是以往实情 讲明白了 公主 你也别在我面前 拿这公主的架子 你也别拿我当白风 我叫凤旗 说白了吧 我也不老恨爱你的 不是您长得不漂亮 咱俩没有感情基础 话一讲明 你看怎么办吧 那还怎么办 事成决裂呀 大公主还娘闻听此话 悲从心头起 真得说叫万念俱灰 有心 来到了前面 瞅见自己的父王 哭闹一分 您 不明闲鱼 不分好歹 把近山的奸细 招为门续 把女儿清白之躯 下架此人 现在洞房被我审出实情 您还不把白风 万挂凌迟开刀问斩吗 您当这样 可是我不这样 我还能跟他吗 何况人已经 停期在家了 人家里边有媳妇 可是 我把他 给出卖了 我爸爸把他逮着 把他宰了 我小寡妇了 我还能再嫁别人吗 哎呀 一时之间 公主 二目捏呆呆 出神发愣 她有她的心事啊 我怎么贪上这么一档的事情 想自己的父王千里迢迢 离却京城 来到剑山 那时节自己的两个妹妹 还没有降生 苦 苦的是娘亲 因为什么 二妹妹 侠娘 在母亲的肚子里头 已然身怀路甲 将要临盆 那时节 我的娘亲 步履奸男 所随行者 不过就是一个老妈的一个宫女儿 还有我的父王跟我 那么我父王 跟手下人 都得照顾我娘 可就没人管我了 我尚再年幼啊 那时候 还娘还小啊 饱受奔波之苦 这么大的公主 那也是亲王的女儿 鸡一顿饱一顿 吃了上顿 没有下顿 恍恍不可终日 不知道跟着父亲母亲 逃落何方 那么好容易来到建山 安顿了 生活上 当然是有了保障了 后来父亲又成立建山 一派基业 这二十来年的公主 也算是锦衣玉食 但是一年小二年大 把婚事耽误了 姑娘一大了 有了自己的心事了 您琢磨琢磨 您听红楼梦 都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 为了爱情互相 还要吃醋 还要逞强 要各斩财情 要斗这个财 斗这个情 叫计压群芳 那是十几岁的姑娘 她对这个男女之情 就有这样的渴望 那您琢磨琢磨 还娘公主 三十出头了 老不嫁人 她也着急呀 封建社会 咱说的 现在 很少有这种 理解了 尤其城市的女性 二十多三十多 无所谓 大伙也见怪不怪 习以为常 好不容易找了一个 不说实话还好 跟我爸爸是敌对方 两国交战的意思 这怎么跟他呢 自己这个命运未免 也太苦了一点了 我不报告父王 视为不忠不孝 报告父王 对他来说是不接不易 一时忠孝节 亦陷于两难之地 哎呀 大公主还娘心一宅 也罢了 不如我取义 求此之道 谁让我跟他 已经拜堂成亲呢 白凤也罢 凤琪也罢 虽然有其名无其时 忠于还娘 我是你的人了 死在你的手中 也叫死夺其所 保我真结一列之名 哎 故意的 站起身形往外就跑 我要激怒凤琪 让他置我于死地 好劫烈的公主还娘 登登登 往门这一位一跑 伸手一拽 在这洞房的房门 扯开嗓子高声寒嚷 叫了一声来人 拿奸细 形同自杀呀 少见个凤起 一看 洞房床头 有镇宅宝剑 这才回首 拉宝剑纵身行 来到洞房房门 用手一拽 大公主还娘的霞胚 来住后心的衣扇往怀里 带这手宝剑一扬手 你切莫高声 河手一剑 就把大公主还娘的人头 隔下失手栽倒于地 煞时间血染花糖 手拎一颗 血淋淋的人头 这手一摆 这口宝剑低头一看 这个窝头的枪子 呀 这怎么办 公主是诚心找死 公主要不言议 凤起下不去手 心一窄 没法活 怎么办呢 我自杀 我说不清楚 我激怒凤起 这个公主了不起 凤起呢 到底是年轻 一时恼怒 手起见落 公主人脑袋下来了 怎么办 要出她这一座剑山 插翅难走 太难了 得了 人家把姑娘嫁给我 我也得对得起这大公主 那讲不了说不起 就凭我手中利剑 拿着她针头 我购奔前面一安店 面见英王 说以实情 我把实话告诉她 到那时放手一搏 粉身碎骨死在剑山 我干嘛来的 就是玩命来的 少剑可么 有能耐 不怕 房门开的了 低了人头 拿着宝剑 刚要迈步往外走 一脚门里 一脚门外 从外边来撒人 站住 干嘛去 凤旗抬头一脚 左膀带三宫 伯玉宫 银海亮 清须宫 陆海明 红梅宫 金海兽 三老干嘛 左膀带三宫在头了 把这婚事都办完了 三位今天是大了啊 奉英王千岁之命 给公主办这棚喜事 都办完了 这送房了 三宫得算分账 好比说这棚喜事 花了两万银子 三宫呢 得照着十万报 你说那八万呢 三宫就苛扣了 这叫釜底抽薪 只要是经三宫的手 经手三分肥 都得赚英王点 你的军费 越少 对于朝廷越有利 想办法给你造钱 你又心疼这大公主 花钱解心疼 你觉着这姑娘 小的时候跟着你 走国的时候不容易 这回事出仓促 临时找了这么一姑爷 头天说 第二天就办喜事 多花钱 那我就给你花吧 你不为了对得起她吗 说现代话吧 这山上最好的设备 最好的设施 全都给这棚喜事用上 三宫几十大了 那事情很多的呀 什么事都找他们仨呀 仨人算文着 吃点东西 喝点酒 哎呀 凤琦这孩子 按辈分说是师弟 假冒男的师职 终归是年轻 而且师哥 瞎工党老 善于看相 可给他定下来了 定下来什么说 他面饭 桃花鸡 哎呀 得上后边瞧瞧 不放心 那怎么去呢 假见闹洞房为名 奔后边 驸马府 驸马府一看 这三位可了不得 嗯 左膀带三宫 德高望重 三位老爷子干什么 啊 今天我们得闹洞房 对 您 您等会 这不像话这个 您三位不是师叔吗 怎么师叔 闹侄儿媳妇洞房 您说 大里白子 小叔子这行 是不是 三天不分大小 那说的是大里白子 跟弟妹 三天不分大小 过了这三天 叫小沈不见大白哥 这个有规矩 你弟妹 跟大白哥 不能玩笑 反过来 大白哥跟弟妹 也不能玩笑 小叔子嫂子 这可以 为什么呢 老草兵母小叔 是儿 这斗两句 无所谓 斗极了 打一下子 那小叔子也得挨着 但是洞房那儿呢 也没有长辈 闹洞房的呀 您这三位师叔 怎么意思 这不是 我们呀 看着岁数大 您就拿我们仨 当个小孩子 小孩子 你们仨可比不了 我们也得报不上 报仗明天 跟千岁报仗 有跟驸马公主 报仗的 不是 看看安顿怎么样 因为事出仓促啊 洞房里的还缺什么呀 少什么呀 在一个年轻人的嘱咐 他们早歇着 是您三位不去 人就早歇着了 我们敬杯酒就走 跟驸马府这对了半天 老三位不放心 哪里边已经宰了 一脚门里一脚门外 一看好 滴了宝剑 拿人头 人头那血 都给染了 面目全非一时 看不出来呀 不知道凤琪把谁宰了 哎 驸马 白风 您这是哪乡消遣的 我还消遣什么呀 我还 我都说话 让进来 清虚故陆二爷 把门关好了 冲着三弟奴嘴 那意思 您外头 您外头 指着点班 盯着点 红霉宫 进海兽 盯着院门 里外不通 不能让随便进后边了 尹的爷跟陆二爷 俩人在地上一瞧 又身穿侠胚 无头女尸 趴这儿了 公主 大公主 还粮已经完了 把二宫下的 手脚冰凉 脑袋直出嘻汗呢 那么大岁数人 经不多的事 智谋高广 一时 手脚不错呀 凤琪啊凤琪 这是这么话说的 我们斤赶 慢赶 走得你厚头了 怎么给宰了 不宰不成啊 他要险教 他险教些什么呀 他要喊人 拿我 把我扭送前山 抱与他的父王 我姓什么 叫什么 他已然尽知 他怎么会知的呢 我告诉他 你跟他说这个吗 他数了我呀 他数了数了你吧 两句闲话还不受吗 哎 我受什么闲话 我干嘛来的 我憋着跟他减伤干了 我娶着闺女干什么呀 我这把话说完了 他要喊人 我能不宰他吗 事到如今怎么样了 那还怎么样了 你们老三位躲开 我拿人头上银行店 啪叉一下 扔到爸爸面前 把你闺女宰了 你说怎么着吧 放我出身 他能够吗 他不能够啊 不能够就下指 拿我呗 拿我我就凭我手中剑 腰里边鼻管枪 我跟他们练 练趴下一个算一个 再一个 我把咱俩转一个 要把你练趴下呢 那没办法 束手就擒 引静带路 我判去性命 不要 冤家 你今一死 轻荣红毛 死你一身 不再紧要 子库你逞光棍 斗豪强 你知道你误了多少人 误了多少大事 小孩金莲花凤旗一听我 误什么事了 对了 你喝个了 不怕死 你玩命去了 你家里怎么办呢 你奉旗独生子 你的父母走啊 你们这一家子 千请听一哥苗 老一庙的旗杆独一根 你要传续你们家的香烟 你这一死 你们这一根算断了 你对得起你们列祖列宗吗 对得起生你养你的父母吗 对不起 哦 你老师 人称四得见个只手 镇骨侠懂钱 年迈苍苍 辛辛苦苦 把你僵养成人 传授你文武两义 衣食五载 这十五年老健和一腔的心血 全在你身上 你今一死 何人与他光大门眉 不错 他不是就你一个徒弟 他还有其他的徒弟 他最露脸的徒弟 叫惠斌 你这老师哥太厉害了 掌中一条鞭 放眼江湖 无人能敌 他比你横啊 事到如今 他怎么样了 你知道不知道 那个 酒醉而正之 哎 完了 惠斌都正了 你怎么样 逞强没有用啊 那么惠斌 光大你老师的门户 已然不行了 戴罪之身了 你戴完了 你老师的门户怎么办 你看 你这个二师叔 他的后人 行走江湖 够夺面的露脸 你瞧你的三师叔 他这个弟子 都是成了名的人物 再往下一代说 徒孙 有个童林 童海川 那是你三师叔的 亲徒孙啊 那怎么样啊 名震江湖 厉害呀 现在也在这里头 我那徒直 童海川 也在剑山里头 在呀 他在哪呢 那不能告诉你 那多多能见着他 你别忙 别忙 过阳里年再说 过阳里年 过阴里年 你老师这十五年功夫白下了 白教啊 好可怜 那么大的郑古侠 懂钱懂话一 辛辛苦苦 教出来一个徒弟 还未曾出世 就先行夭折了 死在剑山里 不明不白 你对得起你老师吗 对不起 生身父母 教你的恩师 全都对不起 你对得起 前山的英王千岁吗 他对你不错 英王千岁 把你招为夫婿 是爱才啊 瞧你长得好看 你来了 是两国交敌 但是于这个儿女私情上 人家对你可不薄啊 还有 你现在身为国家御马快 你赴皇恩领着俸禄 你到了剑山 一功未利 你就先死了 你对得起皇恩浩荡吗 你到头里一说 我把公主宰了 千岁一问你 你为什么把公主宰了 因为我不叫白凤 我叫凤齐 太直的要喊人 我把他宰了 哦 你叫凤齐 不叫白凤 那为什么 左膀带的三公 说你叫白凤呢 你把母仨也卖了 我们仨人年迈苍苍 打进剑山 数载之功 一旦之间 复之农流啊 瓦谢冰霄啊 可怜你的师哥 天海佛 窦瑞 至算通天 被小儿你 一时逞强 坏了 揭秘大事 我们的全盘打算 全都白费了 你对得起谁啊 谈天回山 一看 公主死了 驸马被宰了 他得问 那驸马 谁这么浑呢 连公主都敢宰 驸马呀 叫白凤 白凤是假名字 真名字叫凤齐 北京人西四砖打互动 叫金莲花 呦 谭天一听 那是我亲妹夫 我给主的婚呢 不成啊 西四砖打互动 还有我妹妹呢 赶紧送个信去吧 他妹妹 谭灵仙一听 爷们在剑山 又娶一个 连修待问 而且也成小寡夫 我还活什么劲呢 我脖子自杀了 你对得起北京的谭灵仙吗 你对起你这大舅哥 谭天谭桂林吗 你说 你对得起谁 我谁也对不起 那我已经宰了 您说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听话吗 听话又该怎么着 不听话 不听话 你谁也对不起 满盘皆输 要听话 我给你出个主意 小师弟 按我说的做 按我说的说 来到前山要搬弄是非 变黑为白 不仅把这个事情 给遮掩过去闹好了 英王千岁 对你还要另眼看淡 我把这姑娘宰了 您给我出一主意到头了 倒好压下去 正好叫上来 我还能博得彩生 哦 那我还听话 早你就该听话 哎 人头别低了着 宝剑 扔到这 知道吗 塞他自己手里头 把人头低了着 拿到那 用手捧着 上垫往那一跪 英王千岁得问你 怎么回事 我把您姑娘 人头给拿来了 她自吻身亡 她因为什么自吻呢 因为我们俩人 一时口角 呦 新婚燕耳 洞房之夜 怎么矫情起来了 我呀 我到了洞房里头 我说 我千山 演习武艺 博得你父王的青睐 对我恩赏有加 让公主您下嫁于我 日后呢 我忠心耿耿 辅佐你的父王 哎呀 有朝一日 打破北京城 他老人家 驾坐酒 五面南北北 登殿 哎 当皇上了 那时我身为国戚 我是皇上的姑爷 哎 驸马公 我封王 封侯 我可以 显姓名 我可以 要祖宗 我就在露脸了 可是呢 我媳妇宁闺女 大公主 还娘一听呢 当时把脸往下一沉 说 住口 不许你这样的胡说八道 不许你这样的胡说八道 我的父王要我看 必不能够成其大事 不动武 不兴兵 尚可苟存于剑山 倘若讲武 要兴兵挥师 勾奔北京 那是取素死之道 必定亡国 那时节你我 都是贼臣以下之贼臣 脑袋上扣大秘不到 四个字的反叛 反叛之女 反叛之婿 焉有善终啊 覆巢之下 我有婉卵 那时节丈夫你 要是疼爱于公主我 应当构奔前山 劝说父王 打消造反之念 才是正理 我说东 公主 此言差矣 不可胡言乱讲 据我看 咱们的父王 有帝王之根本 日后一定能够成其霸业 我是忠心耿耿 您姑娘 欢娘公主可又说了 我看我爸爸不行 我爸爸简直的废物 我爸爸这样做是错误的 您说的紧着说您这样 我能不生气吗 我怎么一生气呀 我可就说了的几句 言语当中多有冒犯冲突之所在 我一时父亲自真自隐不理他 哪知道他被您娇生惯养 拉出床头镇宅宝剑可就自吻身亡 一时之间吓得我不计奈何 这才把他的人头阁下陷在了千岁的面前 因为一时口角 公主心窄 自吻身亡 其罪在于白凤我 那么白凤我 请死在千岁面前 给公主敌偿对命 这片花记得住记不住 凤琪一听 记是记住了 您这不教我说瞎话吗 对呀 没有师父教徒弟说瞎话的 都是师哥教师弟说瞎话的 哦对了 您是我老师哥 哎照我这片瞎话说 上银安殿上糊弄他去 他要信了呢 你活了 他要不信呢 啊 你代怎讲 我这片言语 英王千岁好糊弄 难糊弄的是 君师艳朴艳云风 那时接银安殿上 你一言我一语 记一嘴压一嘴的 识破于我奉其 又该如何呢 真要到那会儿啊 三公带兵刃上银安殿 你亮你的鼻管枪 咱们老哥四个倒反 他一座剑山鹏来倒 杀的出去 我三人保你出山 杀不出去粉身碎斧 落一个轰轰烈烈而已 好 有您三位这句话就行 那我可权杖的您这片话 就这么说 就这么说 这三公也是把英王千岁脾气给摸着了 宝剑 汤囊囊地上一针 无头的这个枪子 旁边一针 人头不那么低了着 俩手捧着 身上全是血 走吧 别这么走啊 这么走那行啊 你瞧你这样子碰着人头 啊 趾高气昂 舔着胸脯 你宰媳妇有理是怎么着 哦那我应该怎么样 你有表演呐 表演还不能假了 我要十分的逼真 哦 我要一种什么样的表情 您启发启发我 启发启发我 你没学过斯坦拉夫斯基吗 啊 这个真是有信念啊 对不对啊 你得心里边想 真悲痛 你好比说现在这人头就不是还娘 人头哪一个 是北京专套胡同 等你叛逆的无双女谭灵仙 呦 这是谭天的妹妹 谭灵仙 那我心里多难受 哎就要这劲 就要这劲 鼻子发酸 眼眶子发紧 眼泪别哭出来 哭出来就假了 在眼圈里横着往外瞪 明白这劲头吗 好 好 保持住了 我不说咔 就老得这样 听见没有 好家伙 眼酸了 我就这样 哎 脚步别太快了 别太快了 放重了脚步 哎 显着很沉重的意思 听见没有 上金店 贵那不问你 别说话 就是一个字哭 好嘞 手捧血淋淋一颗人头 这才来到了垫脚 单手捧定人头 垫脚之下一伸手 把小铁锤抄起来 要敲打云板 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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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 云板联想 惊动了 深功 阴王千岁不知怎么意思 这是谁啊 敲云板敲那么急 那家座银安吧 文东 武西 全都来了 呼拉一下 站满了 有内侍官 下了一瞧 谁记云板呢 千岁已然家座银安了 哪位有事要回呀 公公 是我 要武 驸马公 白凤 驸马 您这是怎么了 老家务 老家务也找千岁呀 元要找千岁 千岁是家长 不找千岁找谁呀 您怎么一身血呀 我杀了人了 我杀了人了 您是千岁的 乘龙快婿 东床驸马 您是骄客 建山杀个本人 不在话下 见着千岁一说 这事就算没有了 我杀的这人 他要点紧 要紧也不卖的呀 把谁杀了 是男是女呀 是个女的 哦 公俄才女 伺候都不好 驸马公一时脑弄 拿宝剑 把人头隔下来了 没关系 谁呀 大公主 还娘 哦 还娘 大公主 让您给宰了 啊 你说的不得要紧 我没说 把公主宰了 还不得要紧 什么事要紧呢 您呐 跟这站会儿吧 撒腿如飞 跌跌撞撞 往里跑 骑柄千岁 现有驸马白凤 与公主一时不和 二人争吵口角 他一时 犯了凶性 见斩公主 手捧人头 是垫脚后直 一句话 出唇不再紧要 只贺得英王千岁 手脚明粮 当时二目出神 啊 洞房之夜 驸马白凤 把我闺女宰了 这还了得 压上电来 一生旨意 有金家武士 下去推推桑桑 把凤旗可就得推上来 甲白凤 金莲花凤旗 手捧人亭 扑通往这衣柜 不由得 失声痛哭 公主啊 哎呀呀呀 驸马 哭得这样 淒淒惨惨 悲悲怯怯 手捧公主人头 你杀我女儿 为什么还哭我女儿呢 适合道理 父王啊 我跟您说 我跟您闺女犯矫情 她自问身亡 不是你杀的 不是我杀的 她因为什么心窄自杀呀 我说我保着您到北京当皇上 我是皇亲贵妻 以后封王封侯 她说不见 她说 她瞧着您没多得出息 成不了王 纯粹瞎胡闹 她说您是苍蝇撂绝子 怎么讲 您没多得踢地 她说您萤火虫的屁股 怎么讲 没多得脸 哎呀 我闺女这俏皮玩 都跟谁小的 她说 您还别说了 她这么说我 她说 让我劝您别兴兵了 说不兴兵动武 还可以苟安于剑山 西南于 倘若兴兵是求死之道 那时节瓦谢冰箫不算 剑山失败 复朝之下 焉有完乱 我等 夫妻二人都是 叛臣以下之叛臣 大觅不到啊 她说出这样的言语 我焉能爱听啊 夫妻两个人失败 有道是打人我好手 骂人我好口 那时节 虽然她贵为公主 我狠是抢白几句 言辞当中多有 不敬之处 公主一时气愤 这才拉下床头 镇宅宝剑 自吻身亡 我一看祸事已起 把她人头阁下 现在了 千岁的面前 现在诉求一死 没有别的 我难报千岁知欲知恩 以死相抵 您俗素虾指 把我是开道问斩 公主啊 金典之上 气不成声 泪如雨下 哇哇这么一哭 三宫一听 拍杠而起 反了 好大胆的白凤啊 你胆量也未免太大点了 你竟敢在洞房之夜 必死公主 我三个人身为士术 焉能容你 定是不能够轻饶啊 就请千岁下旨 我三人亲自奸斩 把驸马白凤 是万寡凌池 千岁您下旨 给公主报仇雪恨 三宫 这是表演的 一番的作作 嘴里头 马覆马白凤 这会儿呢 千岁富昌富博尘呢 听这篇话 如在云雾之中啊 一时回不过味了呀 旁边 老道艳朴脑子多快呀 老道手脸阴燃 越听心越寒呐 啊 打他练武时 我瞧着就不对 非招驸马 这是公主自吻呢 不是他宰的吗 自吻不能自己把人脑袋拉下来 把脖子拉破了 气扫拉开这行 把自己脑袋切下来这不成啊 他依然死了 你干嘛把他人头又割下来 这里对不上啊 啊 千岁 他这一喊千岁 您往一条甭问 也是劝我载驸马 他们三位让我杀 大伙都想杀 您再让我杀 我不杀就不行了 没让宴谱张嘴一拦他 军师且慢 想大公主还娘 他娶死之道 他这么讲话 这不是找死吗 也难怪驸马年轻气盛 就是换我 听这话也不爱听啊 能不教训他几句吗 苦命的孩子呀 小的时候跟着我 受了很多的苦难 尤其是我走国的时候 带着他从京城往外跑 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 那会儿谁又知道 他是个金枝玉叶的公主啊 可谁又知道我是亲王来的呢 哎呀 我为什么迟迟的 没给他找婆家呢 就因为我怕对不起他 难得我瞅见白凤 这样文武双全的年轻人 年貌相当 岁数也合适 我才把他下架白凤 哪知道小夫妻 东房之夜言语不合 一时节我姑娘心窄 他自尽了 这是他的福分太保啊 白凤 你不要哭啦 三公也不必气恼 军事你也甭说了 故 我已然有了主意了 您意下如何呀 伯方 就冲你 跟公主这一番理论 足见你 对姑 我忠心耿耿 我要不降旨 罚你 我对不起我死去的 还娘公主 我这大闺女 我对不住她 可我要把你置于死地 我先落一个杀戌之名 二 我落一个祖贤之路 投奔我到这儿 我看上了 完了 我招的驸马 我又给宰了 这传出去 谁还敢来啊 有能为的年轻人 都不愿来了 怕死 不知道我什么脾气 这第三一个 你要针对得起我 凭你的文武之意 那时节你 替我开疆列土 才是正理 千岁 您不杀我吗 我不能杀你 那您放我出山 我也不能让你走 你走了 谁给我打江山呢 那您留着我干嘛用 留你干嘛用啊 我这二姑娘啊 叫霞娘 咽不一听 您要干嘛呀 千岁 别忙 可也二十多了 也没嫁人呢 要论财貌 不输给她姐姐 还娘 那么我打算 把二公主 霞娘公主还嫁你 可是现在就不能办了 头一二说 大公主尸骨未寒 咱们先办丧事 后办喜事 二一二呢 你也惊魂未定 这个事情咱们先定下 我把二姑娘还给你 但你可听明白了 大姑娘给你 你是我姑爷 姑爷就有半子之劳 二姑娘我再给你 你还是我姑爷 你又有半子之劳 你娶我俩姑娘 我拿你当什么人 你可就明白了 这是根 为什么这主意能成功 凤其带姐跪着听着 心里边高兴 你看三公 要不说 江是老的辣 沟松百二堂 人上岁数有智谋 有经验 得听老人的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不听老人话吃亏吃得大 不听老人管吃亏吃得惨 听老人听老人对了 你看 说瞎话说出理来了 抱着人头到这一哭 没事了 不死 可以不放我 还把二姑娘给我 那怎么能成功啊 他不了解 三公天天 陪着英王千岁 他知道 他没儿子 这是他的心病 他要有儿子 日后打在江山里 万里江山都给儿子 他没儿子给谁啊 他夺完江山了 咱怎么往下传呢 那就得传姑爷 这咱还得说这个 王宝川呢 戴战公主啊 那薛平贵怎么回事 薛平贵是人家西梁的姑爷 老王宴家没有儿子 就得让他嫁作阴安 实际呢 是戴战公主把他打了 秦下马丢安 给他生亲活拿 招围驸马 他也没想到 他刚取完戴战 老王 宴家了 西梁的江山归塌了 戴战女不愿做女王 辅佐薛平贵了 薛平贵可是还得指着戴战 戴战五一号啊 全平的戴战公主 跨下马掌中 秀戎大韬又打回来了 领着西梁人马往回打 为什么他有仇啊 他家里边好几个仇人呢 他媳妇王三姐王宝川的父亲 对他不好啊 家里头那俩道挑害他呀 他得想主意呀 把这打回来 什么仇都不报 先把这仇得报了 先把魏蝴蝶宰了 这就是他成为王子的一个经历 只能传他 没别人 那么你 找的名好姑爷 千挑万选干嘛 实际是给自己挑儿子 挑起成人呢 他能把自己的儿子给宰了吗 现在这话已经说明了 这就是三公对他的了解 儿子迷 没有儿子人 他才想儿子呢 仇姑娘他都喜欢 那也不如有一个儿子 这也是过去人封建的思想 现代人对这生男生女 看的好多了 有的人可能还有这种思想 但是一般我身边好多人都是 哎 生姑娘也喜欢 甚至还有想要姑娘 现在这话 你大公主半子之劳 二公主半子之劳 你知道我对你是什么感情吗 俩半子之劳就是一整个儿子了 我拿你当儿子似的 你还不替我卖命去吗 三公一听 哎呀千岁呀 小子何德何能 您对他这么好啊 大姑娘让他挤着死了 不能说是他宰的 让他挤着死了 大姑娘让他逼死了 二姑娘您还给他呀 哎哟 您说您让我们仨个说什么好 这要依着我们仨 非把他致死不成 那你们仨对得起我吗 我憋着把江山传他呢 我都说了 他有两个半子之劳 当整个儿子使啊 你们三位还有什么说的吗 得了 我替他的老师 替他的家大人 谢谢千岁您了 你还不磕头谢恩吗 凤其这帮帮帮一磕头 这事还就定了 艳朴一瞧 这也拦不了了 他儿子迷 先搁着 我看这小子在建山 能折腾出什么事来 人头拿回去 缝到尸手上 金果玉藏 这得准备啊 这找人 内公通知二公主霞娘 霞娘一听 姐夫把姐姐给逼死了 现在父王把自己又嫁姐夫了 当时就哭了 怎么 我姐姐不容易啊 我姐姐跟我爹妈受苦啊 我听我妈说 怀着我的时候 千里跋涉啊 倒在人家门口啊 要不是碰上好人了 别看我爸爸是亲王 我妈是王妃怎么样啊 就许死的路上 把我姐姐当时交给一个老妈子 寄宿在远方 我爸爸在建山 安顿好了 扎下足了 立了根了 这才把我姐姐给接了 我姐姐对我多好啊 小的时候 什么好吃都给我留的 都让着我呀 我说是 爹妈生父母养 实际是姐姐把我抱大了的 我姐姐 那个诗文 那个女工 哪样不比我好啊 我从小跟着姐姐一块 学 做活 识字 画画 怎么现在一旦之间 姐姐会死了呢 姐姐不是那心窄的人呢 明事里之人呢 再说了 背地里要是埋怨父王 不能跟驸马说 最起码我是他亲妹妹 跟我得说 说三公主他还小 可能不懂国家大事 跟他说不着 我二十多了 我什么不明白 姐姐从来没在我面前 埋怨过父王 为什么要跟驸马 在洞房之夜说这个呢 哦 姐姐自吻 姐姐自吻 他干嘛把我姐姐 人脑袋拿下来 父王这不是糊涂吗 不清不楚 就放过驸马白凤 这对我姐姐 有点不负责任 那您把他饶了 也就是干嘛 把我还嫁他呀 他能够害我姐姐 就不能害我吗 眼瞅着现在是不原房 单等到我姐姐的丧事已毙 要谈到我们俩原房的时候 那时节我跟驸马白凤见了面 倘若我俩的言语不合 我也有性命之忧啊 抗旨不尊 不尊父命 是为不孝 我要下嫁与白凤 我们的姐妹情长 手足同胞 一旦抛去 我要对不起我姐姐 我还活什么劲呢 来人 公主 给我换身素衣裳 不是说要给您招驸马了吗 那姐姐的丧事先办 先办丧事后办喜事 给我换身素衣裳 你们到外边预备预备 乡主之马 我要祭奠我的姐姐 是 把伺候公阿财女权都打发出去 二公主 侠娘 站起身形 来到了 闺房 把绣房的门插延了 转身形 来到炕头 有个针线 扑了一伸手 就拿出来一把剪子 双手一钻 这剪子瓣 剪子尖对准 自己耿嗓咽喉 望天长叹 叫了一声 死去的姐姐 好命苦 你慢走一步 黄泉之路 但等小妹 我追你 咱们今儿俩美好够 扑 你今儿这书啊 2015最后一回啊 得说点喜庆的高兴的 我挑了半天 我看 我说 哎 我说洞房这好 我往后一瞧 这洞房不怎么样 这个 那今儿赶上这段书了 二公主自财身亡 一剪子 把自己捅死了 烫浪浪剪子落地 鲜血往外这么一喷 死尸栽倒 外边公和才女厅 里边汤浪浪扑通通 声音不对 拿手一推门 门推不开了 赶紧喊人 大伙把门撞开了 进来一看 早已弃绝多时 把众丫鬟吓得 体似筛康面 无人策 站都站不起来呀 费了好大劲 有一位爬出去 这才报告给前面的人 消息传到了 英王千岁 耳朵里头 傅昌 傅宝 臣不雅如 五雷轰顶的厢房 传言令 寄云版 声音安店 当当当当 大伙回家刚脱衣裳 怎么意思走 这一天上三回班了 早晨起来 告诉嫁大公主 我们跟着一块热闹一天 晚上好朋友给送的洞房 我们说回家歇会吧 大半夜秋云吧 这折腾半宿 说罚送大公主 我们大伙说回家歇歇弄个回笼啊 这天刚亮的喵来了 到这大伙一瞧啊 英王傅昌都走笋子了 俩眼痛胡欲哭无泪啊 坐在龙叔暗后的直哆嗦呀 上下嘴唇唇如电翼 脸如脖子 没有人色了 倒了半天气说不上话了呀 宣驸马白凤 把驸马白凤 宣商店来 扑通往这一跪 父啊 还有我正在准备 大公主还娘的 这个葬礼丧事 您宣我商店为何呀 二公主有赐财了 白凤一听 这可跟我没关系 我没瞧见呢 我一句话都没说过 一面没见过 她都没死了 您 您跟前 三公主 今年 打住吧 公公财女都说了 二公主 一时想不开 听完这消息竟哭 把我们都支出去 一简单挡着这个 嗓子眼睛 死了 那想得出来为什么死啊 怕嫁给她呀 三公一瞧 哎呀千岁呀 想着小莲花白凤 伯虎兴赵命 太岁压顶 桑门兴壮宫 是个不祥之身啊 您还不把她 速速地赶出山去 马上您现在派船 就给她送走 片刻不能停留了 再要停留 山中必有大凶之士啊 三公多会说 哪来这么三句也不是 伯虎兴赵命 太岁压顶 桑门兴壮宫 真能编词 我得把她轰出山去 赶紧轰 我对得起孩子吗 我这姑娘可都是自杀的 人连面都没见过 这怨不着人家 那也不能再留了 艳朴在旁边一听 这什么烂七八糟的 留是不能留 也不能放啊 哎呀千岁 还不下指 素素地斩杀 此人更待何时 呆 金莲花凤旗 啵凑一下站起来了 朝阳一指 用手一指 军师云台 艳哥 艳俊总 打住吧 白凤在这呢 你凭什么杀我 我给大公主 低偿对命 绝不皱眉头 人算我给逼死的 二公主之死吗 也算是由我而起 我男子汉大丈夫 建客门徒 有什么不敢当的 但何必你老道 在千岁面前 叙叙叨叨 搬弄是非 来来来 说这话 你伸手插拉一下 把肖带子撕了 你不就是建客吗 你有什么了不起 不用千岁下指 咱俩下阴安殿 我死的 你手不就完了吗 这两句话 把老道燕谱 气的 燕云风之气的海下 阴燕飘摆 吴梁国 孽炸 你也配在山人 我的面前逞强吗 吴梁普 既然是你自欺死路 可就别管 山人我无情 左膀寨三宫 暗带军任上 银安心了话 说老道往现 一迈步 凤旗你就完了 你哪是老道的个儿呀 那万般无奈 老道要一伸手 我们仨人量兵人 两个人奔老道 一个人就得奔英王千岁 不管住了英王千岁 出不了建山 到时候你燕谱 投鼠忌器 我们一人四个 还能够混出去 三宫 那天天在一块 伸手入怀 按摩军任 护打眼神 谁奔英王 谁奔老道 谁就奉其 刹那之间 三个人就不输好了 燕谱没带兵人 燕谱不过 就是掌中一把伏尘 那打凤旗就有富裕 老道伸手一百伏尘 脉步要下品级台 英王千岁伸手一来 老道 英王千岁不用 站住干嘛 你怎么不用 把脸往下一沉 燕谱 您 您 君士 下战 恩乌梁红 来 预备闹龙金州 送驸马出山 俩姑娘都死了 你还在把他打死 我受得了 受不了 一会儿到后宫 我见到后宫三姑娘 见到孩子他娘 我说什么呀 这是从何说起呀 两个战殿将军 掺着英王千岁 站不起来了都 卖不开步了 这个心里边 翻江倒海万把钢刀 扎鱼肺腑一样 一直给搭到船上 三公 陶旨 压着 驸马白凤回驸马府收拾东西 赶紧滚出建山 半道上安安的商量 这儿收拾兵刃包裹 进山 一天半挤得死 人家俩公主 自己也觉得怪寒碜的 低了这兵刃包裹 往外走 也没见着谭天 哎呀 这样谭天之道 还不定躲得乱的呢 上船吧 船出白虎闸 白沙江畔 大船不走了 来 英王一白手 有人拿回一盘的 这盘子里头 满灯灯都是黄金 姑 赐你黄金千两 你带在身上 出山去吧 凭你的文武之意 日后 不难出头 啊 显帝 你 总有一番作为 总是我两个公主 没福 你与姑 乌有暗意 也就是了 奉其伸手 接着一盘金子 贵岛行礼 谢过千岁之恩 站起身形 转身来在船尾 把这一盘子黄金 千两 扑通一下 扔在江心 啊 啊 英王以下 文武大经 你这算何意 不受估我赐予你的黄金呢 千岁 我与千岁明 君臣之分 暗 父子之情 嗯 孩子你说 风气一瞧 我得把他给说住 哎 日后我还得金剑山呢 我 千岁 明是君臣之分 暗如父子之情啊 那么您赐我千金 我家里头是北京人 我回北京也没别的 单等您老人家 兴兵挥师 打到北京 我在家 我等着您去 可是有一节 这千两黄金坠在江心 直沉江底 是千载不动 这个水吹不动他 推不动这千金 他沉他 他就沉到这儿 那时间您得了江山 那您就不回剑山了 您就在北京当皇上了 我还得回剑山呢 我再路过剑山 行舟白沙京头 来到了沉津之处 我可就想起千岁您来了 永不忘剑山之恩 永不忘千岁之恩啊 好孩子呀 真是一个懂礼貌 值得感恩的好孩子 是我们剑山对不起你 是我对不住你 这千两黄金扔的好 你教育了我 感动了我 要不是三公主还小 别说了 千岁江上风大 再闪了舌头 轰塌快走 咱赶紧回去 叫小船 奉起 低了包袱 纵身形 小船之上 故作一种恋恋不舍之态 回转身形 船头之上 恕我不能与千岁失以权力 把英王傅昌看的 才冒双拳的驸马白凤 就这样被轰出剑山 我那两个好女儿 回山 闹龙大船 吊转船只 回山 银台剑客艳谱 暗咬牙关 好吧 驸马白凤 一旦让我查出你的真名实姓 江湖之上 哪碰见 我哪要 小奴才 数背你的性命 君师暗恨 这儿 三公群臣 保着英王回转剑山 暂且不提 花开两朵 各表一支 但说金莲花凤其 低了军人包袱 处理了剑山 小船 把他送到了江边 汽州登岸 有心回转 天海庄 面见 霞公当 老天海佛 窦瑞 自己这事 办得又不老露脸的 抬头观天时 一看 天一焦正午 自己府内饥饿 哎呀 千两黄金也扔了 哪儿我吃点东西呢 有个小树林 林子里边 我先歇歇 两个两个是真的 刚脉步进树林 一条 哟 头里有一位 脸冲着树林里边 把裤腰带解下来 正往 外拨树上搭 一边搭 一边寄扣 一边嘟囔 没办法 谁又愿意死来着 可是呢 人活百岁终有一死 无外乎 就是对不起 家里的老爷子 老婆孩子 可是楼椅上去贪生 何况我一把搬不倒的汗 他事挤得到这儿了 不死不行 伸手拽了拽 这绳子套挺结实 搬块石头 我在这儿投还自尽 我不活着了 找石头要上吊 哎呀 凤其一瞧 听口音是北京口音 老乡见老乡 两眼泪汪汪 难得呀 他乡欲故知 我在千里之外 四川成都府 剑山蓬莱岛以外 能碰上北京老乡 有什么事你心宅想不开 得跟我说说 你身上瘫的那烂 还能有我大吗 你惹的祸 还能由我惹的大吗 我都没死去 我想死那都不在我 第一个兵刃包袱 他进来 朋友 这位一听 不死了 一松这绳子套一回这儿 什么人 救你的人 别死 把裤腰带解下来 系上 有什么事跟我说说 跟我说完了 我帮你 你帮我 姥姥 我听你说话 北京人 你懂什么叫姥姥吗 妈的妈就是姥姥 姥姥就不服啊 对了 我都办不了 你能办吗 你干嘛的 你就办 干嘛的呀 你要是北京来的 跟你说说 你许知道 西四砖塔胡同 凤旗凤少爷 前门外 大人大广德楼救驾 告诉你 遇刺的 御马快 嗯 你御马快 不能吧 我就是御马快 我给皇上家办案三辈 打我祖父 到我父亲 到我这 慎行司那大班 你打听打听 有个汤云就是我 我怎么没知道你呀 呦 呦呦呦呦呦呦 我听说过您 我上刑部报道去了 报道说了 慎行司那大班 两位班头 汤云何贵呀 但是说有公干在外呀 怎么在这碰上了 哦 九样九样九样 我还真知道您 咱们是在一个衙门做事 咱们按时说 就是同事的关系 但是我没在衙门里见过您 因为我不当差英某 哎 我这是自由的 皇上家有事才找我呢 没想到在这碰上您了 您干嘛死啊 你真是御马快 你是怎么回事 赶将汤云在外不办案 这个金莲华凤奇在北京啊 这世纪的大概旗帜都不太清楚 他也没想到 这位皇上御马快 御霞梦 在这碰上了 你把你的事跟我说说 我的事跟你说 好 我要跟你说这话长了 这么咱简单说吧 就把旧将 怎么 遇刺的这御霞梦 怎么 小孩遇斗 要抢他向下金牌 这么着 跟着西方牙一块出来了 购奔四川成都府 搬到招亲 自己呢 乍尽了 见山鹏来倒 人家死俩公主 大概经过一说 您看我这事可比您大多了 咱有什么想不开呢 商量着办吧 你这么一说我心宽多了 那我这事好办点了 有你我还真有点主心骨了 为什么 你相挂金牌 你又是皇上的御马快 论这个办案呢 你比我差点 要论武艺你比我高 有你许行 什么事 我让盗宝贼挤的 什么事你跟我说说 大班头汤云 这才把自己 怎么样出离北京城 要拿盗宝贼的事情 跟他一说 那是说汤云怎么走到这 自杀来了 感情 皇宫内院 丢失了国家质保 哎呀 您各位这笑点也低点 这不可乐呀 国家丢失质保 这不可乐 这不是包袱这个 叫做双龙八宝夜明灯 这皇上家宝贝太多了 这不是我上这个 法兰西吗 法国 法国巴黎 法国巴黎南郊八十公里 相当于固安吧 这意思 那拿北京说 就快到固南了 这地方 有个封丹的白鹿 直译呢 是水破的意思 但是 译音呢 翻译得很美 叫封丹白鹿 那有个皇宫 是拿破老当时啊 拿破仑三世 摊得行功 皇宫 这里边我长点知识 他回皇宫 他也不睡皇宫 他那个浴室啊 卧房都很讲究 他不去 但有一个小屋啊 有一行军床 他睡这个 他为什么睡这个 一辈子 一辈子 一辈子戎马生涯 就睡行军床 睡这床不踏实 所以回皇宫 他还大一小窝盘 大一行军床 他就睡这个 那特别简陋 然后他那个礼服啊 皇上穿的那个服装啊 他都不穿 他回皇宫也穿军装 拿破仑的那个 那个像 您看全是容装的像 很少有他那个作为国王的那身礼服的那也没有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 就是人家当地人跟我介绍 说您要到了这个卢浮宫啊 里边也有复制品 复制品 就跟咱们这个故宫博物院似的 哎 里边有很多是复制品 人家都底下都写着呢 这不是原件 这是复制品 你看我到西安我去参观 也是 兵马俑也有复制品 我们下地宫去照相 有人 我也发微信朋友圈 有的朋友说了 说您这不能照啊 我说这我能照 为什么 人家底下就说了 我这个壁画全是复制品 真的画 早已经整个墙 墙壁都接下来 都已经保护起来了 又重新找人复制这个 这个允许照相 哎 要完事不能照相 那么独单这个风单白露 它里边有真品 而且真品的比例很大 这是当地的中国人跟我说 说您到风单白露可以看一看 那里边竟是真货 哎 所以我们驱车80公里来到风单白露 进门之后 我这朋友 在巴黎这朋友就说 说岳波 就是你来的巧极了 中国馆开放 中国馆 他不是说天天都开 有时候开 有时候不开 中国馆里是什么呢 就是1860年火烧圆明园 他们从圆明园抢走的这些个珍宝 那专有两个展厅 叫中国馆 哎 我进去大开眼界 我看这些个珍宝 所以皇上家的珍宝啊 太多了 真的 我一看那个玉的那个 现在也有人玩玉啊 也有这摆件 这整个呢 比起是整块玉的 大概那就是和田子料的吧 那是啊 您怎么那个1860年呢 是咸丰年同志年那会儿 八五联军来 他的宫里的东西 圆明园里呢 他估计不是当年的 他也有可能是康熙年的 也有可能是前六年的 虽然咱们不能把你拿出来 瞧就搁着 搁着那个玻璃罩子 咱看 咱瞧着 确实好 价值连城的 无价之宝 所以咱们呢 上回呢 说这个皇上家丢东西呢 就丢个镯子 这回要再说丢镯子呢 就没劲了 比那大点 叫双龙八宝 夜明灯 跟一葫芦似的 这灯 上面叼两条龙 这两条龙啊 都是用珠宝 八宝镶嵌的上头 红宝石 蓝宝石 碧玺焚玺 翡翠 钻石 蒙眼 夜明珠 这是八宝 叼出这两条龙 盘绕在这灯上 不点蜡 无故夜明 就放光 灯嘛 它这点呀 它里边也有蜡座 要真把这个几只蜡疙瘩 里头要点起来 那可了不得了 瞎光万道锐彩千条 整个这红宝里头 就这么一盏灯 够用了 那找到院子里都是亮的 不把这蜡都吹灭了 都拔出来 自己都能发光 您琢磨琢磨 那点上还了的 太棒了 天天点吗 不是 什么时候点呢 说等到六月十五万寿节 哎 不是 还不是康熙爷过生日 是康熙爷的皇后 六月十五的生日 可是要六月十五点灯呢 提前就得拿出来 因为平常收着 那么宫里边呢 专门有伺候这灯的人 六月初十把这灯请出来 六月十一丢了 被胆大的贼人 进宫盗宝 皇上极为震怒 这才下旨意 严查 旨意到了慎刑司那大班 那大班 两位大班头 汤云和贵 领旨 领火弹 领签票 进宫宴盗 都看明白了 回来 束手无策 这能力大了 比盗 翡翠鸳鸯卓的 小粉丁汉堡 闹海金凹骨子广 高明百倍 一点踪迹看不出来 没辙 回家请示老人吧 两位老爷子还在 汤英和玉 老哥俩正喝茶 你看 俩儿子进来了 满面愁容 您看 拆车下来了 老二位 什么事啊 皇上丢东西了 丢什么了 双龙八宝夜明灯 一镯子好办 找一步一包 揣在怀里翻身 带走了 双龙八宝夜明灯 这么大个 跟一大葫芦似的 上面嵌定了八宝 它不能折不能叠 一般的灯 您看 宫灯能叠 您都见过宫灯吧 把里边的蜡灯拿下来 把这灯摘下来 最后叠是一片的 就跟咱那个洗脸盆 那架子似的 折叠椅子 那意思 原理都是一样的 那样都拆开 是损某的 就是一堆木头 还有几张纸片子 讲究一点的 玻璃灯 就是插玻璃 它能插玻璃板 那么这个灯 可拆不了 八宝夜明灯 上面嵌着这八宝呢 它不能拆 这个要背着 出入紫禁城 这位能耐可大了 老二威一琢磨 那得了 咱们一块研究研究吧 汤和两家父子 两对四人 在家里边一研究 这个案大了 这人不好对 还是有经验 老二威一给出主意 汤云走一条路 何贵走一条路 不说何贵 单说汤云 汤云又算计 他祖父 汤文龙当年 就是内大班的班头 后来他父亲 汤云继承 到他这辈 内大班三辈 办案极其有经验 他这个赃要想削 一般人削不了 尤其京城 他必不敢削赃 这灯给谁也要不起 放眼天下能削这赃的 这灯有个去处 就是四川建山鹏来到 送到英王那 英王敢要 我就沿着京城 奔西南这条路 由南指令 我拐弯奔山西 由山西进陕西 走川陕一线 到四川成都府 我打探此灯下落 汤云把这个主意打定了 领路飞银 取到西南 过南直立奔山西 走在南直立山西两交际 正往前行 一看云生在西北 雾长在东南 天沉下来 眼看就是一场大雨 这场雨要下来 我必在中途被雨拍照 反围不美 不如紧走几步 我先找点住去 往前行一看 一条大街 一南一北 有些个住户 有些个店房 跟人一打听 此处叫刘家港 这有个小店 叫做三元店 伸头在三元店内 把东西撂下 就听外边 卡啦 呼隆 这雨下来 慢走一步 让这雨 就给轮到外头了 要完水 把干粮拿出来 刚吃一口 就听见 店门这有人喊 乌链 外边进了一个道爷 这个道爷 摘去聊斗笠 解开身上 缩衣往下胆水 胸前一截 这个蝴蝶扣 有一大包袱 鼓鼓囊囊 从外边瞧 是一葫芦形 大领上插着浮尘 乐下配着宝剑 老道 无短身材 缩衣里边 是青蓝色的道袍 下面穿着雨鞋 腰里边系着 盒子粗细一条绒绳 相貌凶恶 大三角眼 蹭驼鼻子 满步的 银燃飘摆 老道挺酷 伸手拿出银子来 要上床 伙计把老道 让他上床间 汤芸把伙计叫过来了 老道住哪屋了 住那屋了 哎 你跟老道说 说我呀 想跟老道聊两句天 不知道有功夫没有 伙计说好 我等他吃完饭 让我问问 一会儿伙计来了 我跟那位道爷说了 您请过去吧 汤芸 一看这大包袱 没准这大包袱里头 就是 双龙八宝夜明灯 跟着伙计就来到老道屋中 进屋一瞧 老道的宝剑佛臣都已经摘下来了 撂到旁边 大包袱就在桌子上放着 老道盘腿在炕上坐着 脸冲着外闭着眼 正在用功 门一想老道 微然争二梦 伙计把大班头汤芸 可就给让进来了 汤芸一抱拳 道爷打扰了 雨中素在此殿 实在是烦的 十方才道爷进殿 我看那一个人 咱们也走不了了 我咋能跟道爷盘缓盘缓 不知道扰不扰您的清修啊 道爷闻听睁眼了 用手一连海下的阴燃 哦 年轻人好聊天 好啊 我倒没有什么闲事 咱们聊几句也可以 不知道这位朋友 你想跟我聊什么呢 我从小会点武术 我看您累下配件 您必使用满身的武艺吧 哈哈哈哈哈哈 我也没有什么本领 外乎就是些个粗笨的拳脚而已 哦 道爷您在奶庙修行 您的发号怎么称呼啊 哦你倒来问我 出家之人吧 名称不过也就是个代号而已 年轻人你姓什么叫什么 哪儿的人呢 我就是北京人 久居北京三代 我们是第三份了 我姓汤 我叫汤贵 汤云和贵在外边俩人换名字 我叫汤贵 那个就说我叫何云 哎 两个人换一下名字 我叫汤贵 哦 你叫汤贵呀 好啊 那么道爷您 姓什么叫什么呀 大雨的天您这是由哪来奔哪去呀 我由京城而来 在京城我办了这么一档子买卖 出家之人还有买卖吗 不错 我办了这么一档子买卖 还很顺手 得了一件蹊跷的东西 价值连城 那您打算奔哪呢 我打算回转四川 成都府 建山蓬莱岛 把这件东西是 献于贵人 好换银钱 哦哦哦哦 那么您总得有个称呼吧 年轻人 我要不说 你也不死心 我江湖让人送一个小小的匪号 我叫九尾金蝎道 画图 画亮语 哦哦